期望我们能够活得长寿 可是如果我们不健康的话 长寿就会变难受 台湾人顾健康根据统计 一年花在保健食品上的钱 相当于吃掉两座杜拜塔 不过专家建议挑选保健食品 要考量身体是否能够吸收 可能在经过我的口腔 唾液的这个酵素 它就会先破坏一次 然后到了胃之后有胃酸 那它又再破坏一次 到了肠道的时候又会有一亿 又再破坏一次 虽然我们摄取了 但是如果它没有一个保护的 一个载体到最终送到细胞里面 它的效果就会打折 人体内的NAD Plus 具有自动修复身体机能的功能 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少 美国科研团队就运用 最先进的脂脂体传递科技 将NNN运送到人体内 精准投递细胞能量 是有科研团队直接实证 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复方 而且我们是从天然的酵母里面 去萃取出这个NNN的成分 优配魔力酵母饮加入 茄红素 维他命B3等复方成分 且拥有三大先进技术 其中支支体能够包覆营养品的活性 不受消化道的破坏 消费者食用后也有感推荐 常常会熬夜的人来讲 到中午以后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想睡觉 所以会觉得自己的手脚 是冰冷的状态 那现在的话都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专家也建议照顾身体健康 严选天然来源 吸收绿佳的保健产品 才能补得安心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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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